5号上午11时30分许 夏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客船和平新兴 载运着344名旅客 缓缓靠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 至此夏金小三通客运航线赴航后 安全运送旅客100.2万人次 其中出境49.8万人次 入境50.4万人次 船舶平均实在率达58.36% 我台湾人来旅游觉得很好啊 两岸就是一家亲嘛 多多交流嘛 那个多多旅游嘛 照顾两岸人民嘛 都是一家人嘛 真的服务很好 对我们台胞真的很照顾啦 谢谢你们啦 去年1月7号 暂停近三年的夏金小三通客运航线 恢复通航 复航以来 夏金小三通客运航线航班逐渐加密 往来客流快速增长 往返航班由每日两班次 增加至16班次 厦门海市局通过提速口案通关 强化船舶舶航性检查 推动行李安全载运管控 维护通航环境安全 优化便民服务措施 提升航线应急能力等 保障夏金小三通客运航线 运营便利快捷 平安顺畅 平安顶 自由乐亜中 平安顶 平安顶